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蒙求是王云为了指导儿童识字而编写的一本普及读物 蒙求一词取自周易同蒙求我 这里表示适合儿童的要求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识字教材 没有采用运据的形式 而是从书文解字中选起了两千多个常用字 按照象形 指示 会议 形声 分类编排 然后根据文字学理论 对每个汉字做了比较平实通俗的解释 在字形的选择上 先列楷书 再列撰文 既符合清代以楷书为标准字形的社会用字封上 也便于学习者了解字形结构的源流变化 传统的十字教学方法讲求背诵 很少对文本进行解读 文字蒙求则打破了这一惯例 进行了十字方法上的创新 这本书成熟于清朝后期 注重对当时十分发达的文字学理论的运用 序中提到 人之不识字也 并于不能分 苟能分一字为数字 则点化并不可以增减 且意计而难忘矣 苟于同盟时 先令之某为相形 某为指示 而会议字即和此二者已成之 形声字即和此三者已成之 岂非只简欲凡之法乎 可见 注重汉字构形规律 是它十字理论的基本思想 在对字形 字意进行说解时 文字蒙求也很注重直观 生动 由浅入深 我们来看一下书中 对一些常用字的解释 岳 岳元时少 缺时多 且让日 故作上下闲时行也 中一笔本为地影 此早家所谓故吐贵数也 欲吐贵数 这样的充满童趣的解释 是不是妙趣横生 我们再来看火 火 火之行 上锐而下阔 其点则火星蹦出着也 瓜 外向慢 内向石 指 古指字 上向足指 下向根 周 自当横看 左仓右底 上为周围 趋则融垛之处 自当横看是提示学习者 要变换角度来观察字形 欲 三化正君为欲 向三欲之连 滚其冠也 欲 水在泯上 增欲之意也 欲的本意是水满了欲出来 后来引申为增加更加好处等意 有 同志为有 从二右相交 在中国古代 朋友有别 同门曰朋 同志曰有 也就是说 跟同一个老师学习的叫朋 志同道合 情趣相同的人叫有 集 群追在木上 集的本意为群鸟停歇在树上 后来引申为聚集 集合 虚 面毛也 从夜山 古人言 虚发除烦恼 留虚 表丈夫 在古代 不同部位的胡子 有不同的名字 下巴的胡子叫虚 两颊的胡子叫然 口上的胡子叫姿 从汉字构形规律入手 进行十字教学 可以提高十字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所以王云在续中说 当小儿四五岁时 识词两千字非难事也 学会了这两千多字 就为日后学习说文解字 打下了基础 文字蒙求不仅是一本 儿童识字的启蒙教材 也是文字学的入门精良 王云的识字教学思想 还集中的体现在 他的教童子法一书中 书中对儿童识字 写字 读书 主对 作诗 作文 等方面的语言文字 基本训练 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主要观点 看看对我们今天的 十字教学有没有启示 首先 关于十字和读书的关系 蒙养之时 十字为先 不必拒读书 他认为应该先十字 有了一定的十字量 再开始读书 关于十字的顺序 先取相形 指示 之纯体交之 十日月字 即以天上日月告之 十上下字 即以在上 在下之物告之 乃为切实 纯体字即时 乃交以合体字 又需先易讲者 而后即难讲者 十字教学的内容安排 要循序渐进 先读体 后合体 由义到难 由简到凡 由具体到抽象 王云一直强调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关于汉字讲解的方法 也要在这一观念指导下进行 讲 又不必尽说正义 但须说入同子之耳 不可出之我口 便算了事 如弟子顿 则识千余字后 乃为之讲 能识二千字 乃可读书 读 义必讲 这就是说 要选取儿童容易理解的内容 进行讲解 尊重儿童的认知特点 和个性特征 关于识字的技巧 王云提出了利用字卡 进行正传对比的方法 识字 必裁 方寸指 依正体 输之 背面写传 读体字 非传不可识 合体 则可略 正传笔照识字法 强化了汉字的 象形特征 小传基本保留了象形特征 可以由字形 推之 字意 这种做法有利于儿童理解汉字的象形特征 关于写字技巧的训练 学字 一不可早 小儿手小 古弱 难教以波登法 八九岁不晚 学则学圆密塔 脏弓碑之类 不可学小字 大有三分好 缩小便五分好也 在古代 识字和写字不是同步的 识字教材和写字教材 也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功能 初学写字的人 往往都是从上大人 孔一级开始写起 以后再领写经典碑帖 教童子法的十字教学内容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王云的语文教学官 可贵之处 就在于他的以人为本 将十字教学和育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为十字教学增添了人文教育的功能 好了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汉字课程就全部学完了 希望经过这短短几周的学习 你对汉字体系有了一个 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 你能够留意并领会到汉语 汉字的美 及其承载的人性美 教学乡长 感谢大家的陪伴 让我有信念和动力 把这门课建设得更好 学无止境 让我们一路学习 一路收获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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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